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就会以太极活动还庆双十 看到比利时民众唱中文国歌 驻比利时代表处代表董国游出了感动 还肯定比利时太极拳协会会长梁洁宏 十七年前在韩尼市教授太极发扬中华文化 让比利时的民众了解 台湾在保存中华文化上的努力和用心 更感谢他们对中华民国的支持和热情 对于比利时的朋友来说 要唱中华民国歌确实有点不容易 还拿个小抄 其实我觉得要是叫我来唱比利时的国歌 我大概恐怕连小抄拿出来也不会唱 所以我已经非常佩服他们的 对中华民国的支持 这场国庆纪念活动上 协会也特地找来比利时唯一的 华裔大使魏崇明 和当地民众分享一次世界大战时 比利时华工的心酸血泪 让他们知道 华人在比利时历史发展上的付出